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各位,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我是容家瑶 大围城混露有九巴蕩侧,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 现在我们马上看看现场情况 看到現在畫面的就是大圍城混露九巴翻側的現場 現在暫時有一死十傷 全部人已經被救出 沒有人被困 其中兩個人是重傷 部份乘客一度被困 已經全部救出 現在畫面看到就是出事的九巴 現在滑臥了在城混露的現場 不少房源現在是接近在巴士進行調查 救護員也有一個相信商者去救護車 那裡是接受初步治理的 看到巴士的位置地面是佈滿了油污 看到車窗玻璃也是碎裂的 陸續仍然是有乘客需要由擔架床 在台上救護車送丸 看著吧 給我拿我們的同學 這間我想應該都會勾 現在的水都在過來 我想大概都差不多了 看到現場就是大圍城混露 消息說巴士司機在場接受警員運話 有大批消防人員 警方到場救了傷者 事發是在接近晚上的11點半 11點多左右 警方接獲市民報案 大圍城混露有巴士翻側 有乘客自行爬出去車廂 多個人一度被困在車內 但現在暫時沒有人被困 可以看到的 接視的狗巴損位是嚴重的 現場情況先看到這裡 我們會繼續跟進交通意外的情況 先转看一下 大鱼山小豪湾污水处理厂 四个工人跌落沙井 其中一个女工相重死亡 劳工处调查中意外原因 多架消防车和警车 夜晚陆续离开小豪湾污水处理厂 劳工处人员也曾经到场了解 一度被困沙井的三男一女工人 其中三个人在事发的时候 正在沙井里面进行更换后管工程 在整个拯救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了一系列的困难 包括井海是很狭窄 环境是昏暗潮湿 视野是低的 还有水位是有急速上升的可能 拯救的过程中 是发现了水位是会有上升的情况发现 究竟是他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呢 这个就留到有关的部门去调查 涉事的沙井大约有8米深 在长东路的入口附近 职员下午4点多报案 说4个工人跌入沙井 有被困的工人说觉得头晕 消防和警察到场之后 发现一个女工趴在井底 浸在大约半米深的污水里面 当时没有呼吸 左手上被截断 其他三个男工被困在离地面 大约6米的工作平台 没有明显伤识 消防说有人没有带安全带 4个人相计被救出之后 分别送往北大鱼山 仁济和马加烈医院治理 女工送完之后证实死亡 有建造业界就认为 沙井的工作环境有一定的危险性 业内的相关安全守则列明 进入沙井工作时候 必须要戴安全带 本港过往也曾经发生多宗 涉及沙井的致命工业意外 对上一次是2017年 三个工人在红磡一个中电地盘 挖隧道期间因为污水渠爆裂被浸死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报道 外卖平台Foodpanda 勞资双方经过多日交着 终于达成公式 送带员宣布结束工业行动 多个Foodpanda送带员代表 下午去到位于上云的办公室 继续和公司代表开会 他们星期二提出多项诉求 包括送带员基本服务费 地图实际送带距离等问题 要求公司解决 勞方一度形容双方争持不下 公司代表之后说 需要就多项诉求向总公司转达 安排在到会面 经过一共14个小时的商谈之后 勞资双方宣布达成共识 公司代表说 送带员提出的15项诉求 全部获正面回应并且解决 送带员一直坚持要求增加送带员的基本服务费 勞方代表说仍然未彻底解决 勞方说公司承诺增加透明度 包括明年一月增设办公室 正常解答送带员的疑问 他们也会继续监察公司 就着各行要求的执行情况 送带员工业行动 由上星期六展开 他们不满公司多次减薪 发起拒绝接单行动 说最多有超过300个送带员参与 当日Foodpanda应用平台 是多区未能提供服务 无线电视机者 刘晋荣报道 国务委员兼岸长王毅 和日本岸上林芳正通电话 日本共同社报道 会谈大约40分钟 是林芳正出任外相之后 第一次和王毅举行电话会谈 林芳正提到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 也表达关切均深切关注 香港和新疆情况 在北京 外交部说 王毅展述中方在钓鱼岛 涉港 涉疆等问题的原则立场 在历史 台湾等 事关两国关系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 不确保不动摇 不倒退 不越线 并且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五十周年作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 原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又说 明年一月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中日第一次达成双边关税减养安排 上方应该共同努力 引领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一提法 台湾成立第一支F-16V战机联队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 台独分裂势力的所作所为 不止是以轮击射 在台湾 空军完成提升F-16战机性能 司令部在加尔基地 举行第一支F-16V战机联队成军典礼 展示多架F-16V战机 在美国乐协马丁参与之下 台湾将现役141架F-16A和F-16V战机 逐步提升为更加宣进的F-16V战机 说数量达到成军标准 加上去美方采购的66架F-16V战机 全数交付之后 总数将会达到207架 是全球之冠 出席仪式的蔡英文总统形容 是台美双方的国防工业合作 亦都提升台湾的防卫力量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 亦都有出席仪式 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美方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反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官方联系 希望美方确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台海局势紧张的正解 是台独分裂势力 不遗余力的分裂祖国 勾结外部势力 对于美方说会为台湾防卫提供支援 包括网络安全 中方回应说 美国才是臭名超注的黑核帝国 呼吁美方停止挑动两岸对立 母纤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 先有识客阵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今集参观的屋院位于青衣寥土路 楼宁22年一共五座 提供810多房 开寂比较大的两三房 实用面积介乎540多至超过1,100尺 放盘在三座中层 虽然是屋苑最小的开寄 但也有546尺 业主叫价785万 尺价14,300多元 阔落的客饭厅开寄是正 面积超过200尺 而且身内保养不错 墙身仍然都是白雪雪 这里有队楼窗 身内通风比较好 景观既望到山景 同时望到屋苑泳池景 参观主人房 面积大约90尺 家具摆位无难度 而且窗带采光不错 另一间面积小10尺 大约80尺 不过窗小 采光有限 业主订造了组合床 下面是衣柜 容量不错 上面就是寵区 浴室开积在两间房中间 好处是省长走廊 实用性比较高 浴室有气窗通风 都有浴缸 厨房在门口旁边 整体保养都挺好 可以明火煮食 而且齐备雪柜这些大型家电 交通方面 其实巴士也可以 小巴也会在屋苑的门口 另外屋苑也设有设计车车 设计车车大概每15分钟 再入班 在繁忙时间最快6分钟就入班 由屋苑出发去到青衣城 其实时间大概大概8分钟左右 继续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一间美国股市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35807点跌122点 借于欧洲三个主要股市方面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37点 法国Cat指数跌13点 德国Dex指数跌38点 其他新闻 本港多处已经有圣诞灯饰能起 有商场希望随着疫情舒缓 今年生意有双位数增长 有专门做布置灯饰的公司就说 由于商场不将资源改为投放内部 令生意减少一成 还有大约一个月圣诞节又到达 你感受到圣诞气氛没有呢 商场逐渐换上圣诞装饰 那过去年很多了 应该疫场快点过去 那就可以出来玩了 疫情缓和 市民又会不会外出慶祝呢 去年没有 去年出不了 大部分时间在家里 用完消费券就没有大餐了 都会可能去吃铺饰 住一下酒店 应该一万多元左右 差不多 一家大小 圣诞节又怎样可以少得这位主角呢 由商场阵疫情受控 将圣诞装置恢复到以往规模 延伸到天星码头 事隔两年再次亮灯 商场透露装置一共花费了八位数字 希望能够吸引人流提升营业颜 那我们对今年的圣诞节 我们都是乐观的 疫情比较缓和的关系 也都大致上大家可能很多 生活上或者是一些聚会 或者派对 都会是今年是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送礼那方面 就会可能比去年会更加积极 我们估计应该和去年同期比 应该会有双位数字的一个升幅 但是负责天东一带灯色设计的公司说 今年圣诞生意只得大约30宗 比去年减少大约一成 没有办法因为未通关 外来人口没有 欣赏的人少了 来来都是香港人 变成了资源的摆法 不如那些人谷那些人消费 就把资源放入商场里面 导致商场里面更加整美一点 消费能力就更加大一点 黃劍山又说 除了越来越多商壁都配备LED灯外墙 不再需要额外买灯色 令到传统灯色外墙 买少见少 行业逐漸逝味 保鲜电子机者 关可为不道 大围城运路 一架88K线牛巴翻车 一个人死亡大约10人受伤 其中一个人重伤 事发后有乘客由救护员参赴 包括伤者坐在马路等待救护人 有乘客由担架台上救护车送院 涉涉的巴士翻车在路边 车上布满油污 车头玻璃碎裂 巴士司机在场接受警员问话 大批消防人员到场救助商者 晚上11点多 警方接获市民报案 大围城运路有巴士翻车 有乘客致行爬出车厢 多个人一度被困在车里面 涉事是88K由进警员开去显径班次 事发桥面并不是原定的行车路线 菲律宾说中国海警船星期二 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人岸礁 用水炮驱赶两艘飞方船隻 飞方显摘事件并且向中方强烈抗议 在北京外交部就说海警船的行动 是要维护中国主角 菲律宾外长洛因发声明 说两艘飞方船隻在星期二打算运送糧食 给南海人岸礁上驻守的菲律宾官兵 但是就遭到三艘中国海警船阻止 更加被对方以水炮驱赶 虽然飞方船隻上没有人受伤 但是就被逼放弃補给任务 洛因谴责事件并向中国驻飞大使馆强烈抗议 又说中方在有关海域没有执法权 海警船的行动非法 警告中方如果不自我克制 将会损害两国关系 又提醒中方 菲方的公务船受到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保护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隆就宣布 当局将会派遣海岸防卫队 和漁液和水产资源管理局的公务船 支援驻守仁外交的官兵 并执行菲律宾的漁液法例 埃斯佩隆说仁外交属于菲律宾 菲方会继续补给任务 也不需要他方许可 在北京 外交部说海警船的行动 是要维护中国主权 菲律宾两艘补给船未经中方同意 甚至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船 依法执行公务 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 中非两国就仁爱礁的主权有争议 菲方在1999年开始派兵驻守仁爱礁到现在 无线电视记者曾维俊报道 CNKG集围 待会我们回应有节情物 ollar 2003年12月中 两间电力公司宣布 冻结下一年的电费 重温当年饮食业 和灯饰业人士的回应 这间围住港岛的屋邨酒楼 每个月电费大约12万 占总成本一成多 生意还未回复到沙士前水平 员工由百多人减到六十多人 全部都是以糾折之身 经理说在目前的经济环境 港灯不减电费是无道义 大集团赚大钱 都不断去 好像一个吸血鬼 我觉得它真的 不理港大市民的死活 而这间灯饰公司就说 电费水平已经是他们能够负担的极限 为了省钱 现在不能经常着灯 只有当顾客进来的时候 才会着灯 极之贵 因为现在生意很难做 生意这么静 市道这么静 最好计算是应该要减 减电费 而民间监管公共事业联委会就表示 两电助拥大量盈余 没理由不减价 以两电的财政状况 应该可以全面减电费 大概是两成 至少我想也是 在电费的回阵上面 应该要更加大幅度 欢迎小体无线财英快讯 我是马申二 美国股市持续下跌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部 35,792点跌139点 美国个别企业业绩理想 未估初段靠稳 但其后走势转弱 导致初段升大约22点之后转电 上午中段跌近277点 主要股份类别几乎全部下跌 其中必须消费品股 和公用股表现比较差 电子商贸企业阿里巴巴预计 二年度收入增幅将是上市以来最低 共是美国预托证券价格的一成 提提澳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全线下跌的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36点 巴黎卡指数跌13点 德华卡指数跌32点 美国首次申领失业保险救济人数连跌7星期 美国劳工部公布 首次申领人数上星期下跌1000 跌到26万8千 市场就预期跌至26万 持续申领人数回落 跌到208万 两行数字都是去年3月中以来最低 美国大西洋园岸中部地区制造业 扩张速度大幅回升 表现远较预期强劲 费城联邦署被银行制造业指数回升 今个月指数由10月假23.8升到39 是今年4月以来最高 市场预期升到24 指数高过零反映大西洋园岸中部地区制造业扩张 而今个月指数是连续第18个月处于零以上 美国经济资商会领先经济指标大幅上升 领先经济指标上月升0.9 胜幅远高过9月份的0.1 市场就预期升0.8 经济资商会说领先经济指标上月急升 反映经济明年将会持续增长 而扩张步伐在今年剩下的时间更加可能会加快 包括物价上升和供应链瓶颈问题 将会继续困扰经济 预料去到明年较后时间才会缓和下来 阿里巴巴上季度收入和盈利都低过市场预期 直至9月底的第二财季 有顺利54亿元人民币 按年比较减少百姓 按非通用会计准则 经调整盈利285亿元人民币 倒退39 营业收入上升29 按业务划分 包括网购平台在内价商业收入上升三成 有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 云计算收入增长33 我们零售商品交易额在季内按年比较 只是以单位数百分率增长 主要由于市况放缓和竞争增加 来自马矮集团的投资收益有65亿元人民币 按年比较增加三成半 集团预计现财政年度收入增长两成至两成三 将会是集团上市以来的最低增速 代谢神体无线除英快讯 再会 各位我是马心仪 大围城运路一架88K线98翻增 一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上 事发之后有乘客由救护员参赴 多名伤者坐在马路等候救援 有乘客由单架台上救护车送院 涉事的巴士翻侧在路边 地上满布油窝 车头玻璃碎链 巴士司机在现场接受警员问话 大批消防人员到场救助伤者 在晚上11点多 警方接获市民报案 带围城运路有巴士翻侧 有乘客自己爬出车厢 多人一度被困在车里面 伤者分别送往威尔斯医院 和伊利沙白议员 判维林现在在大围致命巴士 意外现场的 嘉环浚到底是怎样的 出事的九巴士继续打横躺在大围路上天桥的位置 大批警员继续在现场调查 刚刚警员将木舌倒在地上 处理地上的油污 可以见到九巴士很多枪都打烂了 相信是刚才救援的时候 消防打烂的枪是救入面的伤者 大概十个伤者在凌晨之前 已经全部获救 他们分别送去威尔斯和伊利沙白医院 但我很不幸现场有一位死者是离世 还留在现场 我们可以讲一下意外的可能原因 这架是九巴士的88K 它是由火炭出发 原定去大围的显径 它来到这个大围路的时候 应该可以看镜头向右边靠 它应该是沿着大围路靠右向前行 是向着大围的方向行 不过暂时不知道为什么 这架九巴是靠左边 即是去了左边出九龙的天桥向上行 相信现场可以见到一个石坡撞到崩了 怀疑那架九巴士司机知道是走错线 想撤回去原本向大围方向的时候 就铲了上这个石坡位 然后翻轴 不过这个最后的原因 都是有待警方和九巴去交代 现场仍然是有大批的警员和消防车在复入调查 这条是往星沙公路上面的一条桥来的 稍后警方相信会在现场说回意外原因 也都据了解是九巴的负责人也都会来到这里调查 我们会继续跟进最新的情况交给新闻报 谢谢江卫林 我们转看下 政府扩大接种第三剂疫苗安排 所有市民如果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六个月之后 下星期二起可以预让 也都可以由当日起接种第三剂 在接種科興疫苗的觀衝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繼續有人來打針 門外有告示提醒打第三針的人要留意的地方 上星期四起 180多萬特定群組人士 包括滿60歲市民、醫護人員等 可以優先打第三針 至今有6萬多人接種 政府評估社區接種中心和接種站的能力 以及服務需求之後決定擴大接種安排 下星期二起 市民如果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滿6個月 可以在網上預約打第三針 亦可以持身份證明文件 到社區接種中心拿職日酬 亦可以到9間公立醫院接種站 或者提供科興疫苗的私家診所打針 有合資格的市民說會打第三針疫苗 反正我兩針都打了 為何不打第三針呢 如果我怕的話 可能一二針都不打 可以立刻強保護自己 亦都盡市民的一份贊任 工作之餘 而又有多樣的所謂的 保障得來又有少許福利的話 我相信打工仔都會有希望有這件事 根據政府數據 到下星期二 已經完成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滿6個月的人 有近40萬 我們都立刻可以調配到十幾個護士 就開盡了那些接種的單位 就應付突然上升的需求 本身我們有一群的護士 他們都是接受了訓練 還有幫我們做這些疫苗註冊的工作 我們就會聯絡他們 有醫生說 隨著天氣轉量 病毒活躍率提高 要儘快打第三針 政府提醒市民 在接種新冠疫苗和流感等其他疫苗 要相隔最少14天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報導 國泰三名貨機機組人員 早前同德國返港後確診 過百個機組人員要檢驗 國泰話調查發現 三人嚴重違反在外站逗留的規定 已經不是國泰員工 運輸球防安局對有機組人員 未有遵守閉環式管理的要求 非常遺憾和不能接受 國泰三名貨機機組人員 今個月初分別度過德國法蘭克福 回到香港後 潰面檢疫期間 三人都確診感染變種病毒 他們住的預所都要納入遺風檢測 過百個今個月初 曾經去過法蘭克福的機組人員 要去到檢疫中心隔離21天 當局經追查發現 三人的病毒基因排序幾乎一致 顯示他們極可能 在德國酒店逗留期間受到感染 資料顯示三人都先後入住國泰安排的同一酒店 其中兩個人同日入住 三人都報稱在酒店期間沒有離開房間 以及參與任何的聚集活動 據了解國泰要求機師在外工作逗留期間 必須留在酒店房間不可以離開 吃東西只可以叫外賣 不過國泰說經過調查後發現 涉事的三人嚴重違反在外站逗留的規定 已經不是國泰的僱員 消息指他們曾離開酒店房 又說已經就有關調查向政府提出檢討 需要國泰員工群組入住檢疫中心的決定 強調這次事件影響同事、他的家人和社區 尤其是現在正在檢疫中心隔離的同事 運防局說對於三個機組人員 未有遵守閉環式管理的要求 表示非常遺憾和不能接受 雖然個案屬於個別事件 但考慮到事件的嚴重性 已經要求國泰嚴肅跟進 防範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並且再次敦促各間航空公司 需要嚴格執行防疫規定 無線電視機者 劉俊玉報導 因應國泰有過百個貨機機師要隔離檢認 物流界擔心 物流業界擔心影響貨運能力 據了解國泰正是安排現職客機機師 轉為拿貨機 以增加人手 國泰早前公布 上個月貨運量有13萬7千公噸 岸年升兩成 生意多了 但就可能面對機師不足的問題 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說 據他所知 香港有大約400多個貨機機師 國泰要檢疫的機師佔四分之一 加上美國聯邦快遞Factex 遷移基組基地 業內人手短缺 估計空運成本增加至少三成 面對人手不足 國泰發信給全體客機機師 邀請他們轉職為貨機機師 但事前要接受培訓 國泰的客機機隊分為空中巴士三款型號 和波音777 而貨機就全部都是波音747系列 要轉職為貨機機師 先要上三個星期的理論課 之後要在模擬倉學習 拿貨機大約一個半月 還要在訓練機長陪同之下 執勤至少十班貨機 整個過程大約三個月 據了解由於疫情影響 令到客機航班減少 如果客機機師轉行 相信會增加整體收入 無線電視機者何曼君報導 政府計劃將啟德五幅商業地 改劃為住宅用地 當中三幅位於前跑道區 有策略師認為 終於降低區內住宅的投資價值 啟德發展區位於前機場跑道的末端 有極大潛力 發展為旅遊和娛樂中樞 我們建議當地建立成宗樂園 飛躍啟德 當中部分有幾幅地也漏過標 可能反映市場對需要用地 在現在的胃口不太強 所以我們覺得部分拿出來做住宅 啟德前跑道區 擁有無遮擋的維港海景 原本被規劃作旅遊中樞 不過率先啟用的郵輪碼頭 就算在疫情之前 都養不起一個商場 我覺得在規劃上 沒有真正在做這個碼頭的時候 想多些客流 如何引客人進去 導致郵輪碼頭在疫情之前 沒有說疫情也肯定 現在全死了 那些商場、食肆 開座都收拾了 單鬼列車興建計劃各自 附近的商業或酒店地 部分曾經推出 但都流標收場 最終逐步改劃為住宅地 根據政府向九龍城區議會 提交的文件顯示 再有三幅商業或酒店用地 計劃改建住宅 提供三千個單位 有物業顧問擔心 出銅入前跑道區 分別只是依靠兩條行車線 當繁忙時段 居民同時上班下班 會令到交通不勝負荷 因為商業地和住宅地 在交通方面的需求很不一樣 例如交通的流向 繁忙時間 或者配套方面 和鄰近地區連接的配套 我相信這些變化 可能政府要重新考慮 另外兩幅位於宋皇台站附近的商業地 同樣將會改劃成住宅 再提供三千個單位 啟得的商業樓面面 總共減少一成半 有測量師相信 將會降低住宅的租務回報 我相信吸引率一定是低了 如果你留意做一個對比 你想想為何在太古那邊 太古城 即使樓齡去到四十年 但租務都這麼活躍 原因就是你見到周邊 又不斷有不同的新的商業發展 啟得的舊相由五光十色的旅遊中書 逐步變成萬家燈火 張喬楚認為 啟得的定位仍然不清晰 政府會否早些做期望管理呢 將CBD2的名字變根 令大家理解到 所謂商業元素包含了 例如體育、文娛等現代元素 令人多些理解到 究竟啟得的發展是甚麼 無線電視記者莊思惠報道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 立法會換屆選舉下個月十九日舉行 全國港澳研究會李士田飛龍認為 不應該只著重地區植選價投票率 應該公布整合國界別的投票率 認為會超過四成 由主播英記者梁卓恩報道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第一場 立法會換屆選舉 加入由選委會選出的議員 功能界別選民和地區直選議席減少 外界關注在民主派缺席之下 投票率會否受到影響 選管會以往會公布 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的投票率 全國港澳研究會李士田飛龍認為 如果只是著重地區直選投票率 欠缺代表性 應該跟這些範疇所選出的議員 占整個立法會議員的比例是有關係的 因為在90名議員裡面 選委會界別是產生40 功能界別是產生30 地區直選是產生20 大致按照這個4比3比2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折合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比較直觀的 人們能夠理解的一個新的這個公式 他估計用這個方法計算 今次選舉的投票率會超過四成 又說2016年立法會 同2019年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分別大約六成同七成 但是之後出現宣誓風波 同區議會職能遭到濫用的情況 認為投票率低不一定是壞事 投票率高的話 這個如果它不是在一個合理的 這樣一種能夠具有這種 自助保護性的規則引導下 如果各方參與這個選舉遊戲的時候 主張的是完全相反 甚至是激烈對抗性的 撕裂性的這個政治路線 跟政治目標的話 那這種選舉其實是放大了 社會原有的這個撕裂 田飛龍又認為建制派候選人的治理能力 會成為選舉文化的主導指標 相信競爭亦都會相當激烈 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 梁卓恩不得 中印兩國代表以事長方式 舉行邊境事務挫傷 和協調工作機制會議 雙方就近期中印邊境地區局勢 交換意見 同意嚴格遵守雙方簽署協議協定 和達成界有關共識 並繼續努力推動邊境局勢進一步緩和 雙方又同意保持外交和軍事渠道對話溝通 積極籌備第十四輪軍獎級會談 努力解決中印邊界西段正如的問題 彭博報導 中國正是加速實施替代美國 和其他外國技術的計劃 更加已經授權信創工委會 篩選多項敏感領域的本地供應商 建立初創白名單 在北京外交部說報導完全失實 彭博社的有關報導 內容不屬實 完全是虛假信息 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 歡迎更多國外企業來華 提供符合要求的技術、產品和服務 南韓單日新增3292宗新冠病毒確診 再創疫情爆發以來新高 疫情下當地如常舉行大學入學史 全國超過50萬人應考 考生進入市場前要量提溫 考試全程需要戴口罩 若有發燒的考生 會被安排到單獨的教室考試 南韓今個月開始採取 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之後 新增個案情上升趨勢 大部分重症屬於未打針的長者 或者是疫苗免疫力下降的人士 澳洲聖誕島近日出現五千萬隻 紅蟹大千載的壯觀場面 政府還封路護送他們 這裏有 那裏又有 位於印度洋東北部的澳洲聖誕島 周圍都是紅蟹橫行 是全球最大型的動物大千載之一 紅蟹大軍經過住宅區的時候 居民見怪不怪 但都小心翼翼避免踩到他們 每年10月或11月 當地下了第一場雨後 他們就會由重林出發 開始大千載行動 目標是要橫越印度洋 去到西澳洲國家公園的海岸繁殖 每隻癡性紅蟹產卵可以達到10萬顆 為協助他們安全前往目的地 不讓車展過或撞到 當局之前還加建蟹橋或障礙物 並且實施臨時封路 當地傳媒引述專家估計 紅蟹的數量超過5千萬隻 又說今年是2005年以來 見到最多紅蟹千載的一次 不過枯化出來的蟹仔 大部份都會被其他動物捕食 仍然生存的 就會在大約一個月後 回來聖誕島 郝線電視記者 周四零八道 一式回來有領事新聞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